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还是接着看一下手相的一些特点 这个手相当中 生命线、智慧线跟事业线 还有一些辅助的纹路 形成T字形 这个是元宝纹 上宽下宰 这个是越大代表财运越丰隆 古有元宝 首有元宝一时无忧之说 文像当中 如果是出现这种元宝纹 是对事业非常有利的 三角纹 跟事业线、生命线 以及智慧线 共同所组成的 这种大型的三角形的纹路 这个也是才库 也是等待你去发掘 这种纹理 由于事业线在手相当中 明堂的位置 非常的直 所以说体现出 中年阶段的印试 非常的不错 特别是事业运势 早年跟晚年的运势 稍微偏一般 那么这个期间 有较少的一些财运 所以说要把握中年的一些机会 包括首相当中的横财文 横财文包括财运线 在这个位置 注意是跟疲劳线 是要区分 有财运 就要注意身体 就是这个情况 夫子眼不多讲 这个是讲过很多遍了 有关这个八字手相 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